終止五支球隊自辦熱身賽告一段落 但球團行銷人員忙碌腳步可沒停下來 中信兄弟公布新球季年度口號Running Back 希望延續去年久違總冠軍的喜悅和感動 今年可以永不放棄兄弟精神邁向二連霸 主世界圖案走宇宙風頗有科幻電影的味道 包括總教練林薇柱、隊長王威成、江坤宇、張志豪、陳子豪、詹子嫻、李正超和吳俊偉 都帥氣的登上版面 其中又以二世微臣最為搶眼 黃山君霸氣預約年底要再度拋下黃色彩帶 這兩年他們臺灣大賽的對手統一師混血王子林安可 先前熱身賽揮棒過猛 右手掌勾撞骨骨折 安可已經開刀完成 預計休息三個月 他還在社群PO出照片報平安 表示一切順利 謝謝大家的關心 期待休養之後重回正常 好朋友老虎黃子鵬也留言 替男嬰和文化大學的學弟林安可加油打氣 問血王子養傷 學長王敬明 則是滿意自己目前春訓的調整節奏 目前累計九十二次的中繼成功 排在終職歷史第三 今年要叩關百次中繼里程碑 進而挑戰超越同一世前輩高健三 累計了一百一十八次 中繼成功 好的步伐讓王敬明迎接開季更有信心 而同樣心裡更篤定的 還有關大員林毅全和陳鴻文 三位修記行使自由權權力的好手 都和母隊搭乘簽約共識 即時註冊就能參與關板熱身賽 加上陳宇勳和樂天簽一年合約 月薪持平五十八萬 等於四位FA都續留 繼續穿著同樣的戰袍打拼 我來聽一看兩位黃華君綜合報導